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要出宫 比任何时间都难 那么 我还是只有一个字可以做 那就是等 我们不管了 好不好 反正是个冒险啊 早做也是做 晚做也是做 如果做不成功的话 就是你们教我的那种诗 哼也是死 树也是死 我们拿出决心 做了吧 管它呢 如果哼也是死 树也是死 那就不要做 要做 就要做得有把握 哪有明知道要去送死 反而还要去做的道理呢 柳青说得对极了 小姐好不容易才私利逃生 现在又要去送死了 我觉得这仅是不可思议嘛 还得计划得清清楚楚 在行动啊 你们永远计划不清楚的 一会儿顾虑这个 一会儿顾虑那个 怎么能计划清楚呢 我赞成小燕子的话 什么都不要顾虑了 你不顾虑是不行的 这件事牵扯的人太多了 你总不愿意这么多的好朋友都为了你们送死吧 如果送了命 你们还是逃不掉 那岂不是太冤了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尔康刚刚说的那个问题 不管我们怎么计划 这个计划都要喊一下合作啊 他才是主角嘛 可是 他有一大堆的道义责任 还有他对阿拉法国的誓言 他说什么都不肯 那要怎么办 如果我能见他一面 如果我能跟他当面谈 天哪 那道宫墙 把我们阻隔在两个世界里 我该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办呢 蒙大 我让你们见一面怎么样 你去说服他 见一面 怎么见 你混进宫去 行吗 你们愿意帮我 尔康 你有把握吗 这不是一件小事啊 蒙丹这种生命控 要在宫里不必注意 实在不容易 说不定有个好办法 尔康 不知道你的想法 跟我是不是一样 这个月初期 小二哥买一百天 宫里照例要庆祝 尔康 好像又是你负责哦 对 又是我负责 到时候戏班子免不了 杂技也免不了 说不定可以预备点特别的节目 刚好发生了布娃娃事件 我们来个萨满驱鬼舞之类 全体演员戴着面具进宫 不过你要保证哦 进去见了一面就出来 不能出状况 你们也太大胆了 万一他们两个见了面 难舍难分怎么办 万一这秘密被揭穿了 那又要怎么办 我知道是问题的严重性 我保证见一面就出来 我保证不给大家添麻烦 嗯 如果可以平安混进去 就可以在节目进行一半的时候 带他们到树方斋见面 大家都在看表演 一定是人不知鬼不觉 我觉得不妥当 太冒险了 有点疯狂 哥 你就不要扫兴了 就让大家发发疯冒冒险吧 他们比起牛郎之女还惨 人家牛郎之女 一年也能见得到一次呢 是呀 是呀 我们就这样做 我们就这样做